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2月10日 拿玻璃公后里斯特城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分组赛最后一轮上演多场较量 其中一场较为受关注的比赛 由拿玻璃在主场迎战里斯特城 里斯特城目前只有微弱的积分领先 兼且球队的状态难言出色 好在拿玻璃最近的状态也不如人意 双方此番较量再次战合机会大 拿玻璃明显在近期密集赛场当中过得非常不如意 近三场比赛战绩逐步下滑 首战能够四球大胜拉速 但是之后二战分别战合杀索罗 布迪阿特兰大 拿玻璃最明显的下滑 就是防守端 过去二场比赛合计出现了五个失球 这对即将面临欧洲联赛莫伦分组赛的拿玻璃来说 并不是好的预兆 要知道拿玻璃在欧洲联赛五场分组赛得失球表现为12比8 虽然保持较为不俗的进攻表现 但是其防守端均场超过一个失球 令球迷还是较为担心最后一场分组赛的后防线表现 目前拿玻璃在欧洲联赛C组当中排名第三位 鉴于各队之间的分叉并不大 分组赛莫伦的结果将至关重要 与李斯特城的手循环较量 拿玻璃抓住了对方踢少艺人的机会 由于托奥森汉攻入二球 艰苦拿下一分 但是来到次循环较量 拿玻璃的状态不佳 能否取胜很难预料 李斯特城最近连续做客的赛程苦不堪言 此前二轮应超联赛都是做客的情况下无法取胜 球对此前两连胜的势头荡然无存 接下来李斯特城将继续做客出战 这样的赛程将对球员体能发起巨大的挑战 过去15场各项赛事 李斯特城只有一场保持零失球 并且是连续13场成门失守 尤其是与莫斯科斯巴达的七球大战 李斯特城最终全场比赛失球达4个 足以可见目前李斯特城在防守端的稳健度十分低 稍稍令球迷欣慰的是 李斯特城攻击手博陈达卡在欧洲联赛已经贡献5个入球 他的表现很大程度会影响李斯特城能否争胜 面对最后一轮分组赛的残酷竞争 目前身心疲倦的李斯特城 此番做客想赢播并不容易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